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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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里还有苍州商会沙老板送来的贺礼 沙老板 哪个沙老板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商会副会长沙老板 你们谁把消息透露给外人的 我不是说了吗 不要张扬 爹 没有人透露给外人 都是他们自己打听的 再说我们新武馆开张 就是要大肆宣传一下嘛 让别人知道神州武馆 并没有关门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只要是真心想学武的 他们一定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爹 你是不是怕二师叔生气啊 爹开这个武馆啊 是为了完成你师爷爷的遗愿 如果和你二师叔结怨再加深 这就违背了我的本意了 可是爹 二娘把手势都当了 如果不多招些土地 那以后我们该怎么生活呀 泽慧 那些啊都是身外之物 再说都是你爹给我买的 为开武馆换了钱 值得 爹啊 我们重新开武馆 大家都尽了很多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开好 不能总忌惮这二师叔 为难自己 对吧 我知道 你们这都是为了武馆好 但我自有道理啊 明天武馆开张啊 一切从前 大公 大公 师婶 倩倩姐 启凡 别叫得这么轻热 我当不起你的师婶 也高攀不起你这样的师侄 الخ一人 娘你别这样 凄凡也是好意 你呀 和你哥一样 胳膊中总抄别人家管 走 回去 你还喝茶 再过一阵啊 白开水的没得喝了 又怎么了 魏鸿生 在对面开了个神州武馆 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还有心情喝茶呀 以后人家来拜师学艺 只会到神州武馆 不会再到夜市武馆来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我夜市武馆怎么不好了 神州武馆是老字号 是你爹一手创办的 他为洪生是大弟子 这名声说出去多响啊 可是你呢 你虽然是你爹的亲儿子 可谁知道夜市武馆啊 谁知道你呀 够了 苍中城内 谁不知道我夜善群 是夜宗州的儿子 想学我夜家的真传 当着来我夜市武馆 哼 说得好听 他为洪生 就是个白眼狼 他在隔壁开武馆 什么意思 就是来抢我们夜家弟子的 以后你看着他 他吃香喝辣的 我看 当着要饭去吧 我以为小瞧了我 想把我逼上绝路 没那么容易 它是指导的 海翠 是指导的 在尋试有所谓的 和孩子们之为 伽略 全部一直为 那枪呢 放着 快 year 这外面怎么敲锣打鼓的 活动 知道啊 好像就在咱们武馆外面 爹 娘 快点 快点 捕狮子的都来了 可热闹了 叫你们低调低调低调了 还敲锣打鼓 捕起狮子来了 没有了 爹 是保平他们说要热闹热闹 你们几个哟 是吧 您来了 咱们不是说好的一切童谦 你这是干什么 师傅 今天是咱们武馆开馆的大日子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咱们无论如何都得热闹热闹 你自作主张 爹 你开这鞭炮好几千响呢 愿意着红红火火 龙腾虎月 好 那就为我们神州武馆重新开业 顺顺利利 红红火火 好 好 好 将军经法碰护上 好 好 你还有脸打出我爹的名号 胡说什么 师弟 我们今天重开神州武馆 如果你肯赏光 就请到里边喝杯酒吧 各位乡亲父老 你们听我说 神州武馆是我爹花了五十多年心血创办的 可是今天这个魏洪生 只跟我爹学了一招办事的功夫 竟敢欺世道明地 打着我爹的牌匾出来招摇撞骗 这根本就是犹如我爹的名声 大家千万别相信他 我爹早就教我 习武之人不仅要学武 而且还要修武德 像魏洪生这种卑鄙小人 能够交出好徒弟吗 如果诸位想学我叶家的武功 那就去我夜神武馆 你不要咄咄逼人 今天是我们武馆重新开张的大日子 你来闹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今天就要揭露你们的真面目 让全苍州人都看清你们 二师弟啊 我重开神州武馆 这是为了继承师父的医愿 我过去对你一忍再忍 那是因为我得了师父的恩 如果今天我再这么忍 那大家还以为我真的是如此不堪呢 那才真是犹如了师父的名声 藏州的父老乡亲 我是夜宗寿的大徒弟 魏洪生 我跟随师父学武 已经三十多年了 师父在遗嘱中明确说了 由我来掌管 神州武馆 所以今天我开此武馆 是名正言顺的 我当着大家的面对天启示 我所做的一切问心无愧 我也相信公道自在人间 各位 如果想拜师学武 想找师父 由你们自己选择 魏洪生 你话说的再冠冕堂皇 也延迟不了你的卑鄙龙 来 把这个武馆给我砸了 是 神区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无情 既然如此 我提议 咱们比内力作业了断 如果我赢了 咱们的恩怨了结 从此 我们神州武馆和你们夜市武馆 积水不犯河水 如果你输了呢 我关闭武馆 离开藏州 离开藏州 好 接招吧 咱们 Vacci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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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吗 红生啊 不要生气了 别气了啊 刚开的武馆 他们就来闹事 事可忍 输不可忍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站住 爹 我们就不应该去讨一个公道吗 对啊 爹 这次二师叔 做得太过分了 爹 我们已经不是在夜家寄人篱下了 为什么还要看他们的脸色 你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没错 师父 师兄说得对啊 咱们不能再忍了 您这一忍开了这个头以后 太以为咱们好欺负呢 你们是不是年轻气盛啊 去 再去打 再去打 好了 你们就别再惹你们的爹生气了 都听他的 别闹了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和你们二师叔有言在先了 从今往后 我们神州武馆和夜市武馆 金水不犯河水 你们谁要再去惹是生非 就别任我这个爹 啊 请爹的事 到此为止 这件事情 绝不能就此罢休 爹 愿赌服输 以后我们夜市武馆 不要再管神州武馆的事情了 哼 我凭什么服输 我夜善群 是轻易服输的人吗 爹 神州武馆是爷爷留给大师博的 他开武馆本来就没错呀 替谁说话呢 你们两个就是太年轻了 不懂人心险恶 他们魏家 在我们夜市武馆旁边开张 什么意思啊 还大张啼鼓 这不是明显叫板吗 这故意气你爹的 娘 大师博他没有那么坏的 你还说呢 那坏的就是他 今天你爹 在大厅广众之下败给了他 让我们夜市武馆的脸面 全都丢尽了 这以后学武的人 还会再来我们夜市武馆吗 这件事没完 我今天受伤是小 但是夜家的脸面 不能丢 爹 学武之人最重要的是一个性子 比武输了不丢人 但是这个性子要是丢了 我们以后就难以立足了 好 既然有言在先 我夜善群也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我为洪生要开武馆 那他就开 以后 他最好别落在我手里 要是让我抓到把柄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善群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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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睡呢 我睡不着 你不也没睡吗 你呢 是不是还在想白天的事情 爹今天这么一闹 我们和大师伯一家 可能会成仇家了吧 重要是担心启明吧 启明会怪我们吗 你放心吧 我跟启明已经约好了 无论长辈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呢会做永远的好朋友 真的吗 也是 你和启明那么多年的兄弟呢 亲兄弟也不过如此了 行了 总算是乐了吧 回去休息吧 我担心 大师伯伤得不轻啊 你说我们爹那个人 他好生心那么强 下手没得轻重 那行 我们明天带点东西 去看看大师伯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来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爹娘知道 懂吗 来 哥 大师伯最喜欢吃鹿豆糕 我起了个大枣 偷偷溜出去买的 大师伯看见 一定高兴 咱们可过去吧 别让五官的人 看见我们了 走 师伯母 正男 亲亲 是你们呢 师伯母 我们今天是来看看大师伯的 师伯的伤怎么样了 他正在里面休息呢 我去给他送药 我们特意买了大师伯 最爱吃的绿豆糕 你带给他吧 谢谢你们了 你们先坐一会儿 来 启明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启明啊 我们是来向大师伯道歉的 你们倒什么歉呢 和你们又没关系 我爹不生气就行了 启明 你不会受我们的气吧 我哪有时间生气啊 我们家要重开药房 要生产精创散 重开药房 可是你们家不只有半张药房吗 我爹跟随师爷爷这么多年 一直秉承师爷爷的遗志 到处及时救人呢 哥 你说大师伯他要重新制作金创散 但是只有半张药房能行吗 大师伯得到的是爷爷的真传 应该没问题吧 行医治药 可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是啊 把那半张药房拿出来就好了 当初爷爷把药房分成两半 就是希望爹和大师伯可以合作 没想到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爹如果把药房可以拿出来 就完成了爷爷的遗愿 你们刚刚在说要把药房拿出来 你们想把药房交给谁啊 你们想把药房交给谁啊 你们刚刚在说要把药房拿出来 你们想把药房交给谁啊 是不是魏洪生 是不是魏洪生 你们肯定知道些什么 说 大师伯准备重新制作金创散 他们现在正在办支药房 什么 魏洪生下手还挺快的 爹 要不咱们也把药房给拿出来 想都不要想 有很多 你先拿着药房 那我想把药房交给你 我不是要是 贵子 你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我可以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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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红生野心够大的了 开完武馆马上就要开治药房 开完武馆马上就要开治药房 以前我真是小瞧他了 他拿着半张药方乱配药 搞不好 那就会害死人的 善群啊 这你就没想明白了 你爹给你们俩留的半张药方 他虽然少了几副药 可他比一般的创伤伞要好很多 况且以前金创伞的生意 都是他卫红生在打理 他就是照着以前的经验配药下去 他医不好人也绝对害不死人哪 你懂什么呢 你懂什么呢 医不好人那就是害人 这世道 就你这么有良心 他为红生就白眼狼一条 看上去老实 脑子比你好使 这以后啊 他要是发达了 我们 你什么意思 你爹的金创伞这么有名 他就是配出个冒牌的金创伞 他也能卖得好啊 你等着瞧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你呀你 你斗不过他的 我斗不过他 他也能卖得好 他能配出药方来 我照样也能配出来 对呀 我们就是要重开制药房 没错 我爹的心血 当然是由我叶家人自己来传承 你打架开武馆还行 做生意啊 你不擅长 有什么主意 没有了 我有一个人选 他可以帮你 你说那人是谁呀 我就不知道 人家愿不愿意来呢 快点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的侄女 杨文力 文丽啊 宝爷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买东西干什么呀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你的女儿 我的宝贝侄女的 表姑 表姑找你 表姑啊 找我什么事啊 文丽啊 你姑父开制药房 他这个人哪 打打杀杀行的 做生意啊 一头雾水 你呢 留过洋 又是学什么管理的 帮我们打理制药房吧 表姑 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呢 我又没有经验 你这么大的生意 我可做不了 怎么做不了了 你喝过洋墨水 是个人才呀 你不会嫌我们家 制药房妙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了吧 表姑 看您说哪儿去了 我是真的没有经验 我怕做不来 您啊 还是立命闲财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碧云 再见 嗯 哎 哎 文丽 哎呀 怎么办呢 表哥 别急 我替你劝他 真的 我能不帮你的忙吗 哈哈 坐 坐 坐 revenons 打赏 这些蜡坐 没事 iencies 实际 是啊 这样 碧云 我去年后 陰謀與愛情 好說啊 您看過這本書啊 這種書還用看嗎 無非就是用愛情玩弄陰謀的把戲嗎 您又亂說 這根本啊就不是這麼回事 是嗎 那樣人寫的書不好玩 爹 你就說吧 你找我到底什麼事 爹呢就是想問問你 今天呢你表姑來找你 讓你去她的製藥房幫忙 你怎麼沒答應她 這個責任太重大了 我又沒有做過我不行的 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猶豫 是去大城市還是留在蒼州嗎 其實啊去大城市 對你來說無非是缺役之用 這對你不正是一個好機會嗎 我也知道 可是我對製藥一點都不了解啊 人家找你去又不是讓你去製藥 只是讓你幫助管理 況且你還年輕 就算出了點小錯 他們也不會怪你的 那您覺得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是我的女兒嗎 爹 你又逗我 我都已經拒絕表姑了 這你就不用擔心了 爹爹都替你答應你表姑了 你就準備去製藥房工作吧 謝謝爹 應該的 你們注意啊 把這個貨放進倉庫 放在貨架上 聽到沒有 好嘞好嘞 我來 這位 張伯伯 重生啊 伯伯 讓你們久等了 哎呀呀 你就別客氣了 我們等今天等了好久了 是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自從我師父被害以後 我們這兒又出了這麼多事 金床傘也挺慘了 別這麼說 我們都知道錯不在你 能夠重新製藥 我們就很欣慰了 這金床傘是葉老爺子一輩子的心血 雖然我們都是老骨頭了 哎 可是我們還想為金床傘的生產 出最後一把力 啊 謝謝 謝謝 老胡 你這是怎麼了 老是神情恍惚的 沒事沒事沒事 人老了 老了 有張伯 胡伯的幫忙 我們這藥房 一定可以重新配出金床傘的 爹啊 陳老闆 孫老闆和劉老闆 知道我們家重新生產金床傘 和我下了很多訂單 哦 是嗎 孫老闆 是負責東北這一塊的 如果他肯幫忙 我們的藥就能運到東北 為抗其我口 出一份力量 好啊 不過張伯 胡伯啊 說句實話 我們的金床傘 是剛研製出來的 和師父的金床傘 從藥效上來說還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們金床傘的名字 一定得換啊 換名字 爹啊 我早就想好了 就叫刀窗傘 雖然名字和師爺爺的不同 但是藥效和他有一曲同工之妙 刀窗傘 我開心 那就叫刀窗傘 好 好 張伯 胡伯 萬事俱備 就算東風了 就等著開工了 好 開工 開工 好 開工 張伯 來來來來 張伯跟你說 你們要做金床傘 沒錯 金床傘是我爹研製出來的 我是他唯一的兒子 紫成副業 理所當然 葉師父做金床傘自然名正言順 不知道葉師父今天叫我們來 有什麼事啊 你們三位 原先本來就是為我們葉家金床傘做代理 今天請你們來 還是要你們繼續為我們葉家新的金床傘做代理 實不相瞞 我們已經答應幫魏師父的刀窗傘做代理了 什麼 爹 三位老闆 你們 帶領為家的刀窗傘 並不影響你們繼續代理我們葉家的金床傘 年輕人 你這是外行話 據我們所知啊 你們手上的藥方大致是一樣的 藥商到我們這裡來禁藥 到底我們把哪一個賣給藥商的 這不就亂套了嗎 你們什麼意思 啊 我姐當初對你們不保 你們能有今天 還不是代理了我爹的金床傘起家的嗎 葉師父 你不能這麼說話 我們不是毛安服役 我們只是答應魏師父在先 不能出爾返爾 你 三位老闆 我爹呢說話有點重 但我們是真心希望 你們可以繼續幫我們葉家 對不住了 這件事情我們辦不到 我們不能同時代理兩種一樣的藥品 這違背了我們代理商的原則 抱歉 你們都是生意人 在商言商 有錢不賺 才是違背做生意的原則吧 這位小姐是 這位是 楊世軒局長的女兒 我的親侄女兒 她是我們葉市製藥房的總經理 楊文莉 怎麼回事 哎呀 這你就不懂了 這是洋人的叫法 哎 總之啊 文莉是我們製藥房的負責人 三位老闆 不好意思 剛剛我在門外聽說 你們已經代理了魏家金瘡傘 不想再代理葉家的金瘡傘 其實這個顧慮啊 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那楊小姐有何高見呢 自從葉老師父過世以後 葉市金瘡傘 就停產了 她在遺嘱中 把藥方一分為二 這就說明 她把金瘡傘的生產權 交給了葉衛兩家各一半 雖然 我不能保證 葉家的新藥 一定比魏家的好 但是 我能夠保證的是 一定不會比魏家的差 到底誰家藥好 應該由老百姓來決定 你們是代理商 不應該幫老百姓來決定 而是應該 讓老百姓自己來決定 他們買你們代理的藥 這樣 你們最終的利潤才會大 而我們葉市藥房 生產出來的金瘡傘 實際上 是為你們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利潤空間 你這個小姑娘 話說得倒是挺溜 只不過 我們不知道你們家的金瘡傘 效果到底怎麼樣 而且我們代理兩家相同的藥品 為我們增加了很多的麻煩 首先 我們非常有信心 能製造出很好的金瘡傘 不怕貨比貨 只要三位老闆 給我們一個機會 而且 以前葉老先生給的利潤 我們會再增加百分之十 這 其實啊 我們對葉老師父 還是心存感激的 我們無論如何 要給葉老師父這個面子 好 那就謝謝三位老闆了 那既然如此 就等你們的新藥出來吧 跟rios去手 要走 哈哈哈 尿這兒 我要讓你修律 你不想不想 怎麼能修律 好 太快了 我們必須做小姑娘 正南 一直跟着我练武 生意上的事 根本就不懂 雯丽 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学 正南 你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 以后啊 我们一起努力 好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缺一个人了 雯丽 你来得正好 我以后啊 我已经和这个人约好了见面 一会儿你就和正南去见他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他来帮我们 胡伯 请坐 哎呀 正南哪 你太客气了 来 坐 大家坐 大家坐 你也请坐 好好好 胡伯 这位是我的表妹雯丽 现在呢 我爹已经把所有的事情了 都交给我们了 好 原来是这样啊 胡伯 嗯 上次和您谈的事 您想的怎样了 哎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答应红生了 所以不能再答应你了 是不是价钱方面不大满意 不是价钱的问题 绝对不是价钱的问题 你看我都这把年纪了 我还能吃多少穿多少啊 只不过呀 我帮红生多年了 现在让我离开红生 我下不了决心哪 没关系的 胡伯 你也别为难 我们合作不成 还是朋友 今天既然来了 我们就当是 好好地吃顿饭 胡伯 你重情重义 我作为小辈 先敬你一杯 哎呀 你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好 好 我虽然离开苍州很多年才回来 但是我还记得小时候 表姑和我说的一些往事 听说湖泊家乡当年遭遇水灾 带着妻子和孩子长途跋涉来到苍州 结果 饿倒在路上 幸好 碰到了刚出门的叶老师傅 叶老师傅 就把马车上的馒头 都赠给了你们 还把你们留在了苍州 让胡伯你在药房做事 文理小姐提起往事啊 我是历历在目啊 叶老爷子的救命之恩 我是终生难忘啊 胡伯 您别多想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您都这么高寿了 我们虽然应切期望您能够帮我们 但是 我们也更希望 你开开心心的安度晚年 要是没有老爷当年的帮助 我这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得人恩惠千年计啊 如今老爷的后人有求运 我怎么能推辞呢 好吧 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好 文理小姐 你可真有本事啊 一下子 就解决了我们两大难题 你别夸我了 其实没有我啊 这些问题你们也能解决的 每个人呢 都有他的命门 像那几个做生意的人 能打动他们的自然是利益 而胡伯呢 他比较重感情 能打动他的自然就是利益 就是感情了 看来 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习了 你又来了 我对制药一点都不懂 以后啊 我要向你多学习呢 走吧 赶紧回去 把这好消息告诉我爹 爹 怎么了 啊 你胡伯托人勺来封信 说他要去帮你二师叔 不来我这儿了 一定是叶姐出大将前把他挖走了 你别误会胡伯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想他应该是感念你师爷爷对他的恩情 才会去帮助你二师叔的 但是他已经答应我们了 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对吧 我先把他找回来 不不不 你何必为难他呢 他既然能给我写信 就是不想面对我 你就别为难他了 我们不是还有张伯吗 虽然困难点 但是还能够继续生产呢 哎呀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二师叔 也想重配金创伞呢 爹 自从你第一天 制作金创伞开始 他就看你不顺眼吧 我猜啊 以后不管你做什么 他都会跟你对着干 金铭啊 你师爷爷把金创伞的药方 给了我和你二师叔 我们能做他也能做我 既然我和你二师叔不能一起共事 总应该和平相处吧 你就别多事了 好吧 不是的 好了 别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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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